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Mina,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和注册会计师 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刚刚开盘的,位于尔湾花果山Groove小区的一个全新的新盘 那么这个盘呢它叫Satara,它在花果山的Groove小区,学区呢是九分九分和九分 那么Groove小区呢为一个铁门小区,那么因为它呢是几年前就开始开发的 所以小区的绿化呢已经非常的成熟,可以说是环境非常的好 小区内呢也有会所,很多设施等等,这边的学区也是优良的,地税呢仅有1.3左右 物业费呢是269块到289块钱之间,但是您呢享有24小时的警卫门卫设施 那这一个盘呢它一共出了三个户型,户型1,2,3,那我们今天要参观的呢是它的户型2号 这三个户型呢都是各有特色,各有千秋的,尺寸呢是4100尺到4384尺之间 那户型2号它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挑高顶的客厅,非常明亮的客厅,以及宽敞的厨房等等 那么它户型1的设计呢就是它有一个内厅内院,加上后院,也就是有双院子的设计 那么这个内院呢也可以提交申请作为玻璃房子的那样,或者是做一个壁炉 那内院它的隐私性是非常好的,那享受双院子也多了很多室外的空间 户型3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它有一个院母房的设计 且户型3呢是这里尺寸最大的4384尺,更加适合大家庭居住 来看一下这4扇大窗户的高顶客厅的采光,加上升级的镂空楼梯,玻璃楼梯 整体的导渍呢都非常的奢华,有一点点像托尔兄弟非常现代化的设计 如果您有关注尔湾花果山的房产,您会发现 那么在尔湾呢花果山这一边,它的二手房源呢不是非常的多 那么Reserve那边呢都是比较新开盘的,且户型较小一些,比较适合中小型家庭支柱 那么Grove这边呢户型更偏向于稍微大一点的户型 那么学区来说呢两边是差不多的,这边999的学区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离它的学校非常的近 小学和初中呢是步行可达的距离,是花果山小学初中 那么这个生活呢也是非常方便的,到最近的一个plaza呢 可能是开车,就是几分钟的距离 这边的户外呢可以选择把阳光房设置升级为玻璃房 或者是把里边的食物储藏间设置为升级酒窖等等 那么这一边呢它的房屋外观有三种选择 在选敌块的时候呢也可以去选择一下自己喜爱的房屋外观 那这一边呢也可以设置户外的厨房选项 那当然啦这些都是一些升级选项 在做新房选择的时候呢就可以自行参考 那么因为这一个盘的户型呢它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非常适合中大型家庭 比如说几世同堂啊或者是家里面孩子很多呀 那在这边生活呢生活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宽敞 那么用投资角度来看呢 那这一个盘也是非常不错的投资选择 一般来说呢新盘小区开盘的时候 首期都会是最划算的 之后的每一期呢都会增加一些价钱 那么现在的首期呢它的一号户型是175万起 二号户型呢是177万起 三号户型呢是181万起 那这个价钱呢照这个尺寸来说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有关注尔湾小区 Groove小区里面的二手房源的话 您会发现这边的二手房源呢 大部分都是200万美金左右的 可以说这边的平均房价是在200万美金左右 所以说呢这一个加上每盘升值的空间 加上日后房产升值的空间 那这一个作为投资角度 长期持有呢还是增值空间很大的 那么第一期呢这个小区会release出来六栋房源 那么一二三户型呢各自出两栋 那这六栋房源里面呢有三栋是带景色的 这边带景色的房源呢是要加一些额外的景色价钱的 那么这个价钱呢一般是在35万美金左右 那么你可以看到尔湾的城市风景山景以及远处尔湾的高楼大厦 另外呢有些小伙伴选房子的时候可能会喜欢边角的房子 可惜边角的房子呢一般都比较稀少 所以说如果感兴趣的话要尽快的上等待名单 这样呢才会提前优先可以选择好的地段 再来说一下这个小区的地理位置 那么这一个盘在这个小区呢是比较靠近小区会所的那边 不仅平时去会所比较方便比较便捷 就连高速公路也离他们比较的远 Gurple小区呢有一些房源是离高速公路较近的 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产生高速公路噪音的问题 那这个小区呢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的 小区里面呢设施应有尽有 那么它呢也是尔湾公司强力设计打造的一个小区 那么这个豪宅小区呢它坐落于很多牛油果树中间 绿化呢是非常的好的 小区里面的设施呢超级的多 包括会所还有烧烤炉 还有奥林匹克赛斯的泳池桑拿 还有一些野餐的区域 还有很多篮球场网球场 还有各种各样的社区草地和一些社区阴凉遮凉设施 这边的公园呢有六英亩大小 而且呢还有一个超级大的足球场 以及排球场等等 Gurple小区不同于Reserve小区 那么这两个小区呢同是位于花果山的 那么因为Gurple呢比较先开发 且它的房型较大 所以它跟Reserve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那Reserve那边呢也有很多新盘 那我刚刚说过了 那边的房型较小 Gurple这边呢房型更大 目前呢在这个小区在售的房子 有刚开的这个Satara 然后还有前两天我分享的那个 火爆朋友圈的这个Palermo 还有Verona和Pandowa 基本就是这几个 那么站在省钱的角度来说呢 买房子当然要买首期的房源了 那么现在是第一期 正式下手的好时候 又是非常大的户型 又是非常奢华的装修 又是可以令人相信的建商 又是非常好的位置 非常好的小区及学区 你还在等什么呢 那如果是现金买家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存款证明 如果是贷款买家的呢 我们就需要存款证明 加上一个贷款的审批资料 那么如果有这些的话 就可以联系Mina 或者是在咨询的话呢 也可以随时联系Mina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最好的计划 来帮您拿到最好位置的房源 这栋二号户型呢 它是五房的 那它二楼呢 有一间主卧加三间次卧 每一间次卧呢 都是有自己的洗手间 那么在选房子上呢 每一间房子带着一个洗手间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这样呢 无论是小孩子 还是家中亲人使用的时候呢 都会更加的方便 户型设计呢 也就更加的实用合理一些 那么这样呢 在考虑到将来转卖的时候呢 也会一个合理的户型呢 可能会更加的容易转卖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分享的视频信息 如果你对这个盘感兴趣 或者是对于美国加州 其他房站感兴趣的话 要尽快联系我了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感谢收看 拜拜